他心思一动打开了系统 看到今天的实时幸运值时 他猛地咽了一口口水 天啊 1721加7272点啊 历史新高 上次也才30多点 就让他赚了将近两万块 今天这么多 那还不得干到四万去 他打开系统 直接清空功勋值买了十个地龙 来人是林平 风是一起他在家也睡不着 一会担心山上的果树 一会又担心起林浩 毕竟老宅有些年头了 思来想去 还是打算过来看看 阿哥 我之前买了十个地龙 老高说过风浪越大雨也贵 就想着把地龙下到海里 明天台风停了就可以去收 林平听完顿时一点的无语 也没问老高到底是哪位 好一会才到 不行 这个时候海边十多米的浪 再被浪给卷了 听林浩又想去海边 林平再度劝道 阿浩 别看现在的风变小了 但海边的浪肯定一点都不小 今天咱还是老实在家待着吧 以前的弟弟四肢不勤 别说赶海了 能睡着就坚决不坐着 大哥 我们别跟浪股不去 就到海边浪推不上来的地方看看 小心一点 总会没事的 林平依旧摇头 阿浩 这次听我的 哪也别去 大哥 昨夜那场风 估计山上的果树的干净了 这又少了万把块的镜像呢 林浩可不是故意让大哥难受 他接着道 大哥 咱总要把这损失给找不回来 而且 昨天一早 我不是帮妈祖 像挡了灾吗 昨晚我就做了梦 梦到我今天捡了很多的海货 不然我也不会大半夜想着去放地龙 我这段时间的晕倒你也看见了 肯定没错 说不准咱只要到了海边 就有一堆的海货 只要弯腰捡就行了 他不是一定要捆着大哥一起 但他也知道 只要大哥不同意去 无论如何也不会让他去的 听到他这样说 林平终于一动起来 运气这玩意 谁也讲不清楚 那咱就去看看 不能到水边 对对 就去看看 夏荣醒了 听说两人要去海边 顿时又阻拦 两兄弟只得保证一定离浪远远的 他这才勉强同意 你带的龙干啥 林平看他又要背地龙 有些不解道 找个高地方直接扔下去 等到台风过去再收 真没了 也就没了 那也是钱买的 行了 大哥 咱走吧 出了门之后 林平还是将他的地龙接过去 自己背在自己背上 林浩刚好腾出手掏手机 给阿和发了一条信息 让他到自己家老宅 开门把桶和沙铲给带着 万一需要挖呢 去哪边 林浩想了想 泥滩图那边肯定去不了 防波堤去不了 索性去第一次挖撑子的那个沙滩 那块平坦 风险最小 他没敢告诉他乃说是赶海 只说到林浩家里来玩 还没到阿和就拎着东西追了过来 哥 这么大浪咋 赶海呀 就是过来看看 有没有被浪推上来的海货 要是没有 咱就回 现在是近于期 再加上今天的风依旧不小 所以就算在勤快的渔民 今天一般都不会出门 也就林浩与阿和 听着林浩忽悠 三人来到了最高点 大哥 把地龙放下来 我们顺着这底下扔一圈 这不胡闹吗 扔倒是能扔得下去 但扔下去估计就没了 林浩也犹豫了起来 不过片刻还是坚决到 大哥 这底下都是石头 肯定能卡住的 等到台风彻底过去 咱就把地龙收上来 林浩没好气的笑了 能找到才有鬼 居然还想收上来 林浩便往下走去 这两人把地龙刚扔完 就见不远处大哥在招手 离得远也看不清 两人加快脚步 我去 又是海参 你们之前捡过 听他如此说 林平面上带着压抑不住的笑容问道 捡过一点 别啰嗦 快点捡 林浩这下也兴奋了 虽然没有出现黑麻麻的一片 但这每隔一两步就一个海参 如此速度捡下去 还不得捡个百十斤啊 上次你们卖多少钱一斤 这个应该比杀虫要贵些 这下是真发财了 林平说完 居然抬头看了一眼远处的妈祖庙 倒真的是妈祖显灵 知道阿浩帮他挡了灾 所以才会保佑阿浩的 不过下一刻 得亏听了阿浩的话来了 哥 你咋知道 今天海边有货 阿浩一边捡一边兴奋地问道 妈祖托梦给我的 林浩随嘴说了回了一声 下一刻目光看到一个罗 个头不小 与普通的罗一样成锥形 不同之处在于 他有长长的硬翘尾巴 这他倒是认识 因为长得像号角 所以叫响罗 算是一种名贵的罗 学名叫香罗 大哥 看 有香罗 林平瞄了一眼 也兴奋不已 乖乖 这么大个 这玩意一般长在 朝下带叫深的沙泥至海底 拖网船能拖着 海边几乎见不着 估计又是台风 把这些玩意全给卷了上来 我也捡到了一个 没一会 阿浩也举着一个香罗兴奋道 看看我这个 林平兴奋地举起一只海参 个头很大 应该有半斤了 你们不要命了 卖卤菜的老张家离这不远 清早发现跑了几只鸭子 随后便顶着风出来找 结果站到高处 发现海边有三个身影 他便走了过来 卧槽 是海参 老张 中午请卤菜 三人自然没有阻止老张捡 但心中多少都有些不爽 林浩离的近 没好气地说了一句 行行行 想吃啥就吃啥 快捡 老张搞得比他还激动 他没有戴冬西装 只能一次次地将捡到的海参 放到高处的沙滩 林平见此 还是拿出一个蛇皮带地给他 大哥 你装了几个袋子 除了装地龙的两个袋子 来之前林浩是看到大哥又拿了袋子 原本以为是一个 结果这一会居然掏出来三四个 他看了眼系统面板 这一会功勋值又涨到了125点 估计是响罗和海利罗奖励的 而实时幸运值 则从之前的72减少到68 居然才少了四点 大有可为啊 哥 你们带水没有 阿和舔了一下嘴唇道 虽然就在水边 但海水哪个敢喝 林浩一拍额头 还真把这事给忘了 此刻浪并没有想 倒是雨停了 他想了想 还是从口袋里掏出 装在塑料袋里的手机 拨通了大哥家里的座机 嫂子 我们在村东这片沙滩 带一壶水过来 快一点 走上面那条小路 他近乎是用喊的 就是怕风声大 夏容听不到 至于夏容说了什么 他反正是一句也没听到 老张抬头羡慕地看了一眼他的手机 林浩自然知晓他心中所想果断的 不借 别想了 我也没想着借 哥 看我捡了个啥 阿和兴奋地举起一个锣 林浩看过去 只见阿和手中拿着一个锣 比他的头还要大一圈 通体鹤黄色 像一个熟透的木瓜一样